哎呀 荣誉出品 第591集 从今天开始 禁止孟一 在走出狮山以后 迎着魔戒的血云 王露常常出了口气 在灵寝中做出的选择并不轻松啊 选择摧毁一切是最简单的 但是王露也是最为不屑的 所以他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 王露不可能放任新魔戒中的黑潮不断地膨胀 最终成为威胁到九州的天灾 所以接下来 他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消灭这个黑潮 谈何容易啊 新魔戒天才辈出 2000年来也没有谁能够将黑潮给消灭 反而因为新魔戒的膨胀 使得黑潮的力量也在不断地增长 王露区区一个人 面对整个世界的威能 简直是渺小的不值一提啊 就算有魔玉的相助 王露也不可能直接去抗衡黑潮的 就算有永恒树仍在 魔玉仍有统御魔戒万物的神奇功效 也不可能仅凭一枚玉石 就消灭魔戒亿万生灵心中的恶念 要是魔玉这么好用 魔族早就在第一次先魔大战时期 就将人族给灭族了 但是 这并非是无解的难题 王露在灵寝中缓步走出尸山的过程中 就已经大体构建好了一个方案框架 在他看来 事情还是大有可为的 黑潮的起因 是新魔戒圣灵被强行和谐以后 无意间积累的负面情绪集合 两千年来 新魔戒人始终都没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 将自己天性中的许多东西给阉割掉了 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自然也没办法对症下药去解决黑潮的问题 这就是当局者迷了 如若不然 以新魔戒此时的文明积累 强者如云 难道真的就解决不了黑潮的问题吗 根本没意识到问题的存在 才是最大的问题吧 按照这个思路推理下去 王露想要解决问题似乎就容易多了 只要让新魔戒的住民们意识到问题的所在 看起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 这也是一条死路啊 如果新魔戒的住民们忽然得知 自己原来生活在一个会压抑本能的世界 那么他们就很容易会联想到 这个世界的本质或许是梦境 于是猛然惊醒 梦境破碎 王露既然不想叫醒他们 就不能采用这种单刀植入的方式 所以他打算做得细腻一点 以外人的角度来改造新魔戒的设定 黑潮的出现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一个 无外患者国横亡的问题 魔族就是一群天生的受虐狂 不被战火烧的遍体鳞伤就念头不通达 新魔戒的环境太平和 于是根本不适宜生存 既然如此 就在新魔戒中制造一点动荡因素 让他们尽情享受好了 当然 以王露此时的修为 要想直接干预梦境还是天方夜谭 尤其是一个非常接近真实的世界 王露实在是很难插得上手 但是 他有魔玉呀 刺激刺处 王露只感觉手中魔玉释放出了 前所未有的惊人热量 仿佛是冥冥之中也在应和自己 指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很好 接下来就让咱们一起来当一次救世主吧 然后 他左手捧起魔玉 右手则摊开一幅卷轴 卷轴是天剑堂六长老陆里亲手绘制的 能在顷刻间完成大部分的符录秘籍 图画的复制 就连其中的功效也能够继承十之七八 王露用这幅卷轴将魔王灵寝中的一幅字画给踏了下来 并且重现于眼线 那幅字画绘制了两千年前魔王所用的传奇秘术 诸梦术 时间所限 王露不可能在短短时间之内修行掌握这门在魔界王族中传承的秘法 但是他也不需要掌握 只要知道是如何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去影响新魔界这个庞然大物就足够了 而这部分内容在画壁上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载 两千年前的魔族对当时的魔王来说有着极高的信任 构筑的新魔界独立运转 不受外力影响 却对魔王特别对待 给予了他最高的权限 只要以壁画上记载的方法进行操作 就能直接影响新魔界的根本法则 简单来说 只要是魔王一个念头 就可以让新魔界的重力加倍 可以让新魔界的灵气枯竭 而这些改天换地的巨变 实际操作者是亿万名沉睡者 魔王本人甚至无需出任何的力气 王鹿并不是两千年前的魔王 但是他手持魔欲却能够临时客串 当然临阵魔枪 王鹿也不可能像魔王本人那般自如细致地操纵新魔界的一切法则 但是他只需要一个轻微的调整就足够了 他要在新魔界全境内释放一个法术 一个令人无法陷入沉睡逃避现实的法术 而施法的时机则是在毁灭之风降临的时候 他要让新魔界的住民直面黑朝 新魔界的魔祖 在过去两千年的时间里 始终不曾真正面对过自己的黑暗面 每当黑朝降临 他们就如同鸵鸟一般 躲在城中昏睡过去 偶有不信邪的挑战者 也会在亿万生灵的怨念面前灰飞烟灭 但现在王鹿打算扭转这一局面 他要让新魔界的魔族们自沉睡中苏醒 直面黑朝 亲眼见证自己内心究竟孕育了何等恐怖的猛兽 然后由新魔界的魔族们来亲手消灭这些黑朝中的怨魂厉鬼 新魔界两千年来既无内患也无外忧 现在王鹿就给他们找一个大大的外患 正好给这群闲得发慌 只能通过闪电球来发泄隐性的魔族们 一个发泄渠道 而随着他们在迎战黑朝亡魂时投入更多的精力 自然投入黑朝的力量就会减少 此消彼长之下 看似势不可挡的黑朝 或许真的就会被新魔界的魔族们给镇压下来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 新魔界必将遭受惨重的打击 维持了两千年的梦幻文明也会从云端坠落 变得更加真实 但是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总比在不知不觉间就被黑朝吞噬要强吧 也总比忽然被人用魔欲唤醒 一切文明于青鹤间崩散要强吧 这是王鹿拿出的两全其美的方案 原本他只是在心中略有雏形 实际操作起来面临着许多困难 但是在灵寝壁画上找到的柱梦树 却如同催化剂一般 令他的雏形迅速成熟起来 王鹿盘膝坐在狮山上 面前摊开的画卷上 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图形 随着他的目光转移而快速变化着 而无论过去多久 画卷上总会有新的内容出现 一尺剑方的画卷上 承载的文字和图画 却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柱梦树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王鹿在粗粗看来 几乎不亚于灵剑派的振派之宝 星辰见点 想要在短时间之内学有所成 以王鹿的悟性也是天方夜谭 包括他也不需要学那么多 随着目光上下扫动 画卷上的内容飞速变化 然后在某一片处终于停了下来 王鹿轻轻叹了口气 嗯 就是这里了 若是按照字面执意过来 是王者斥令 而按照王鹿的理解来意义的话 就是管理员操作手册 阿雅荣誉出品 第592集 我的世界 在管理手册上 有关篇章都是介绍作为一名管理员 应当如何向心魔界发出指令 然后让这个庞大的机器自行运转 调配力量来实现预期的效果 管理员的操作指令非常复杂 几乎可以单独形成一门语言了 不过 王鹿只挑重点内容看 很快就粗略掌握了自己想要的内容 接下来 也来不及练习 便已经到了实践的时候 王鹿双手按在尸山的表面 原神沿着肉身的连接处浑浑下沉 在触及尸山之时 只觉一股佩然俱力袭来 几乎令他魂飞魄散 王鹿立刻爆出管理员的口令来 于是 无间不摧的距离 化为了浮面的春风 温和地将王鹿的元神包裹起来 以神识感知 王鹿发现 自己又一次来到了心魔界 只是这一次的视觉 是上帝视觉 自己置身云端之上 整个心魔界尽收眼底 同时无数的隐约的图形 数字在眼前浮现出来 那是整个心魔界的种种数据啊 包括心魔界的人口总和 按照实力境界划分的人口数量统计 以及心魔界的许多常数设置 这其中大部分内容 网络甚至都是看不懂的 按照网络自己的预期 想要初步吃透这个管理员功能 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 他哪有一个月的时间浪费在这里啊 所以 他决定采取粗暴简单的方法 直接跳过有关说明的所有前置部分 从实际操作看了起来 然后根据手册上提供的范例 直接实操 说白了 心魔界毕竟不是自己的家 玩坏了能怎么样 这么想 网络收敛心神 开始一步一去地按照范例 输入管理员的指令 原版指令 是魔族文字 还是王室专用的高冷语言 网络对这门语言掌握得不熟 所以要先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输入 再进行翻译 至于其中可能造成的误差 那就只能听天由命 指令一出 网络只觉眼前一花 仿佛一股佩然莫能抵御的距离 自身旁轰然流动 坠落向下 笼罩了整个的新魔界 而被这股能量波及到的新魔界 住民们纷纷感到头顶清凉 如醍醐灌顶 令人精神百倍 神采奕奕 许多劳累的数天 正昏昏欲睡的魔族 轻刻间就精力充沛 仿佛原地复活 那些在床上酣睡的魔族 更是直接跳起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四周 搞不清楚自己是否是睡糊涂了 当然 副作用也不少 有些魔族正在闭关明思修行 正处于似睡非睡的望我之境 被突然天降祥瑞 顿时是气息走差 痛苦不堪 更有甚者因此而重伤呕血 而有关详细统计报告 第一时间就在网路眼前浮现出来 看着那庞大的伤亡数字 饶使网路的心智坚毅 也不由地汗了一下 上帝模式并不好玩 这种粗暴的一刀切的指令 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叫醒术 都会引起天地巨变 带来惨重的伤亡 至于事件后续的影响 就更是深远绵长了 在法术发动之后 新魔界的强者们 第一时间就有了反应 两位魔王姐妹 更是不约而同的 同时抬头望天 锐利的目光 几乎与网路的视线对接起来 网路顿时就住了手 再玩下去 只怕很快就会被人发现异常 进而醒悟新魔界的本质 届时若是梦境苏醒 自己的全盘计划就都落空了 而且刚才那一次全世界范围的施法 因为方式太过粗暴了 使得整个世界的结构都开始出现不稳定 控制面板上浮现出大量的爆错界面 醒悟的红叉几乎填满了视野 八过这一次的实验也证明了指令有效 下一次只要在黑潮降临时输入同样的指令 应该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了吧 嗯应该能吧 而下一次的黑潮降临来得很快 或许是因为之前那次叫床试验 给了新魔界的魔族们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所以短短半日之后 傍晚时分 天空就响起了魔王亲自吹响的号角声 黑潮将至 同一时间 身处上帝视觉的网络 也收到大批的预警信息 如果用意义的方式来翻译出来就是 梦境系统正在处理重要进程 期间请勿关闭系统 很快 天色暗淡 漆黑笼罩了苍穹 魔族们纷纷按照两千年来流传的规则 躲入城市的庇护之中 大部分人选择了休息 少数人还打算在房间内加班处理事务 不过 当黑潮降临之时 所有人其实都会强制陷入沉睡 不复存在的 这种消失的状态并不同于一般的睡眠 所以网络的教床术是否能够完美奏效并不一定 但他目前能够掌握的施法指令也就只有这一条 与半日前一模一样的指令 浮现在网络的脑海里 只待时机来临便会激活指令 降下唤醒全境的法术 接下来 黑潮终于降临了 黑潮的出现非常突兀 上一刻 网络还在脑中复习着指令代码 而下一刻 黑潮就无声无息地笼罩了整个新魔界 与此同时 新魔界中的亿万生灵开始陷入沉睡 已经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的 憨声呼气 那些彻夜不眠的 也在不知不觉间倒了下来 而第二天一早 他们会精神百倍地苏醒 然后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曾经昏睡过去的 而当魔族们纷纷睡去 他们的身形也开始虚化 连同整个世界一道在黑潮降临时隐匿 而就在此时 网络果断发出了指令 红色的警报界面 煞事间占据了视野 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堆积起来 网络所处的至高之地 也在地动山摇 摇摇欲坠 在黑潮降临这个紧要关头发出唤醒的指令 是新魔界运行两千年来都不曾有过的粗暴指令 而对于下发指令的王禄 这个世界已经开始默默地表示了自己的排斥之意 反过 王禄根本就不在乎 因为无论这个梦境对他有多排斥 只要他还是手持魔狱的正统魔界之主 他的指令就一定能够得到实施 那些已经昏昏欲睡的魔族们被强行唤醒 从虚空之中再次现出身形来 而此时黑潮已经正式降临 惨白的骷髅 腐臭的僵尸已经充斥了整个世界 然后与苏醒的魔族们不期而遇 如果是少数魔族苏醒 那么无非是庞大的新魔界又多了几个失踪人口 但是当新魔界的亿万魔族全数苏醒之时 就意味着一场大战的开断 这是什么东西 新魔界的一座边陲小城 城桥港哨双的卫兵正站立地看着城外 茫茫的一片白骨大军 然后立刻从恐惧中挣扎出来 毅然拉响了警报 片刻之后 数位魔将飞至城头 其中几个人更是血染战袍 已经在来的路上经历了短暂而激烈的战斗 并且斩杀了对手 不过 在见识了城外的亡灵之后 他们便意识到自己经历的战斗根本就不值一提 快给魔王陛下发急报 就说 不必了 我已经知道了 魔将的声音刚到一半 一个冷漠的女子便从中打断了 而听到女子的声音 所有魔将都单膝跪地 参见 魔王陛下 军临新魔界的当代大魔王 竟然无声无息地降临了这个边陲城市 不过 几位魔将很快就发现 降临此处的只是魔王的一尊分身 蝎魔界所有的城市都在经历与你们同样的情况 大魔王淡淡开口解释着 几位魔将不可思议地问 啊 所有城市 魔王陛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些王魂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该怎么办啊 一时间嘈杂生起 魔将们虽然实力不俗 但是终归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洗礼 很快就陷入了混乱 此时 魔王的分身又一次开口 我们不需要关心他们是什么 从哪里来 我们 说话间 分身抬起右手 漆黑的钢铁手套中 炽热的火焰在熊熊燃烧着 与此同时 城外 白骨大军最为密集之地 大约方圆数十里的范围之内 大地如水波一般颤抖起来 一座孤峰陡然间拔地而起 如一柄长枪 洞穿了亡魂的庞大军事 而孤峰顶端 熔岩迸发 炽热的毁灭洪流 自山顶流淌 横扫千军 前后不超过一盏茶的功夫 令卫兵战力不休的白骨大军 就被爆发的熔岩融化殆尽 而后 魔王的分身收起了 已经白痴状态的右手 轻声说道 我们 只需要碾碎他们 啥呀 荣誉出品 第593集 穿越之 卧槽 王鹿并没有亲眼看到 魔界之尊是如何化身数百 降临魔界大小城市的 以无上神为碾压亡魂大军的 因为在大魔王分身降临之前 他就已经被系统弹出了 在黑潮降临之时释放世界范围的法术 王鹿只是在至高之地坚持了片刻 就被系统给弹出了 弹出是为了保护 因为在王鹿离开的下一瞬间 至高之地就被碾成了粉碎 而至高之地的沦陷 令王鹿恶然片刻 随即是哈哈大笑 至高之地 其实就是管理员账号 因为网络的暴力操作 导致系统混乱 连管理员账号都被碾碎了 这也就意味着 新魔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 再也没有人能够随意操纵这个梦境 而之前强制添加的 用来粉饰太平的法术 也纷纷被去除了 被压抑了2000年的本能开始回溯 新魔界的著名 才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应对 如果是正常状态下的新魔界 在面对漫天的亡魂时 第一反应应该是找人过去打招呼 请人家到家里来做客 然后被亡魂杀个是血流成河 才会想起要奋勇抵抗 而且抵抗也仅限于自保 绝不会主动进逼的 和平了2000年的种族 就是会迟钝到这种地步 但是多亏了至高之地的崩溃 魔族心中的禁锢被打碎了 于是他们能像真正的魔族一般 做出正确的反应 管他们是谁 管他们来自哪里 既然看起来不顺眼 有可能威胁到自己 那就先碾碎了再说 谈判的事情 等对手被打到毫无还手之力 自己杀性也发泄个七七八八之后再说吧 王禄并没有看到新魔界后续的发展 但是他多少也猜得到 两大魔王的真军级强主 麾下魔军魔将也都是精兵汉将 加上新魔界2000年的积累 在黑潮之下还是有反击能力的 虽然一开始会比较辛苦 但是越到后面 形势就会越发顺利 毕竟黑潮的根源已经被断了 当然 涉及到一个世界的变化 王禄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预测准确 或许发展到后来 黑潮出现了新变化 反过来又将新魔界给吞噬掉 但是一直到这一步 王禄已经竭尽所能做到最好了 接下来总算可以回家了吧 王禄从尸山上站起来 挡了挡一百成的沾染的湿气 然后便准备着手回家 新魔界已经被自己搞得是一团糟了 空间的封锁也因此变弱 现在 刺激已经能够通过灵箭天符 感受到九州大陆的位置 所以 单凭一张灵箭天符 还难以直接洞穿多层空间壁垒 回到九州大陆 但是 自己手上的灵箭天符也不止一张啊 王禄从戒子袋里面 将所有的灵箭天符都给取了出来 一连十张是一字排开 不用激发 其中蕴含的仙灵之力 就会自动地连接成树 迸发出惊人的威势 嘿 要是王武见了这阵势 估计连片刻都抵抗不住 立刻就得跪下来 求我分润他一半吧 王禄一边说着 一边又收回了五张 根据他的估算 在空间壁垒已经完全松动的情况下 回归九州大陆 用不着那么浪费 五张天符是绰绰有余了 用太多了 反而可能会酝酿出空间乱流 形成返效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考虑建了门派掌门以后 要怎么交差了吧 王禄这次魔戒之行 是得了门派大力支持的 无论是陆里长老 煞费苦心的专题特训 还是天剑堂 为他准备的专用物资 这背后蕴含的 其实是门派对他魔戒之行的深深期待 期待他的成长 也期待他在魔戒中的收获 然后 此时看来 要说是成长 实在是谈不上有多少成长啊 总共也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的魔戒之行 连个像样的对手都没战过几个 当然难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要说收获嘛 那就非常丰厚 单单是记载了注梦树的卷轴 就堪称价值连城啊 王禄自己虽然看不上眼 可是临剑山上那么多内外门弟子 总会有人适合修行 此外 魔玉也是无价之宝 就算没有永恒术的辅助 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功效 可是 其自身的结构 仍蕴含着很高的研究价值 然后 成功为九州化解了一场重大的灾厄 更是功德无量啊 最后 亲眼见证魔族这两千年来的 经验教训 对于九州人来说 也是有极大好处的 王禄打算回去写一本书 书名就叫做 居安四危 魔际王国王族两千年纪 然后在书中 他打算适时地透露一些秘密 比如三千大世界的存在啊 比如魔族的父王啊 比如 某个令上古地先为之恐惧的 先魔都因此联手面对的 未知的威胁 这些秘密 相信九州大陆上肯定已经有人知道了 比如天剑堂那几位长老 应该就比自己知道的还要多 只是擅长装傻罢了 但这些大人物 总会有这样那样 不能将秘密挑破的理由 既然如此 那不如就交给自己来做好了 他是灵剑首席 虽然以为金丹真人 但修行不到三十年 仍是修宣街的晚辈啊 许多事做起来 反而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 而且 如果有些事真的是那种 不能说的秘密 那么自己作为首席弟子 就应该被事先告知 越是不能说的秘密 反而越是不能够隐瞒得太死 想到这儿 网路简直想笑出声来啊 有多久了 自己的思维都没这么散乱过了 即将回家的兴奋感 真是怎么压都压不住啊 然后网路深吸了口气 激发了灵剑天福 按照天福的效果 只要一瞬间 他就能够穿越层层虚空 回到九州大陆 而当天福灵光闪烁起来以后 网路眼前的景象 就会迅速地扭曲起来 按照以往的经验 眼前景物会先缩小到一个点 然后就迅速展开 而展开的景物 应该是灵剑山的无象风才对 就在魔界景象被缩小到一个点上时 网路忽然感觉视线有些模糊 一股黑云不知从哪儿飘了过来 盖到了那个点上 卧槽 网路这一惊可人非同小可啊 灵剑天福造成的空间转换 居然被外力干扰了 到底什么样的手段 能够干扰到天福的运转啊 而且 这道黑云神出鬼没 自己先前半点都没有察觉 究竟是有高人在故意按算呢 还是自己在计算回家路程的时候 算漏了什么呢 不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空间转换的过程遭受干扰 自己还回得去吗 最糟糕的情况是 永远迷失在虚空当中 运气好一些 是被转移到九州大陆的随便什么地方 当然 也谈不上太好 因为九州大陆神秘之地众多啊 金丹级修尾还不算是特别保险 所以 王禄在发掘异常以后 就立刻摸出了另外五张备用的灵符 只在情况明显出现问题 便第一时间激发 打开一条空间通道出来 下一刻 紧错的空间点重新舒展 王禄微微一愣 然后 把手放了下来 因为展开的景象 正是一片青山绿水 四周充盈着清灵饱满的天地灵气 虽然一时间没认出是哪 但这必定是九州大陆的什么地方 看起来 虽然空间转换过程受到了什么干扰 但是总算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只要回到了九州 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因为只要还是九州大陆 灵箭天赋就是值得信赖的保命天赋 而网络也不犹豫 在看清景象之后 立刻抽出一张天符来 激发了其中的法力 只见天赋在手中 如破碎的琉璃一般 碎裂成了千万点星光 一道仙灵之气构成的漩涡 卷动起来 然后 然后便散移开了 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有熟悉的无相风 也不是熟悉的沧溪舟 甚至没有进行空间转换 这枚灵箭天赋就这么废道 网络惊讶万分 联盟又取出一张天符来 却引而不发 而是将原神沉入符址 去感应记录在符址当中的 无相风的坐标 片刻之后 一无所获 于是天赋失效的原因也找出来了 因为灵箭天赋 根本找不到无相风的位置 自然无法空间转换 将网络给送回去了 但是为什么会找不到无相风啊 只要是在九州大陆的范围之内 除非是真仙下凡 否则就算是各大门派掌门 也很难干扰天赋的坐标锁定啊 尤其是近两年 天剑堂升级了天赋 对其中的坐标记录功能 做了加密处理 彻底杜绝了网络在云台山 玉兽宗之时 遭遇的干扰天赋 运转的情况 那么 究竟是谁在阻止自己 回归灵箭山呢 是因为之前的黑物干扰 还是说有什么幕后黑手 比如说那个 早该在两千年前 就与旧魔界 一道殉葬的魔王 一时间 网络脑中疑问 几乎要绞成团啊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的涌出来 完全找不到解决的头绪 更糟糕的是 他甚至无法确定 目前的情况 虽然四周看起来鸟语花香 但是能令灵箭天赋 完全感应不到无相风 这可是堪比魔界的待遇啊 网络搜遍自己所学 也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难道真的是在空间乱流当中 被卷到其他的什么三千大世界去了 要是那样的话 正想着呢 忽然远处传了一阵脚步的声音 所谓的远处 那是真的很遥远 以网络的耳力听起来都有些模糊 彼此相聚至少在十里之外 但是那些人说话的声音 却清晰可变 大师兄 我们还要深入吗 要么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陆里啊 门派组织历练 可不是让我们来蛮黄之地 踏青享福的 不深入险境 又如何进步啊 门派是否能在百年之内 扶摇直上 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了 身为黄金一代的成员 你可别掉队啊 哎呀 荣誉出品 第594集 这遭遇啊 来得略快啊 网络绝了 自己的三观有崩溃的危险啊 自出道以来 也算得上是见多识广了 虽然自身修为 才刚刚修制金丹境界 但他的眼界 却已经超出许多 原因乃至化神境界的修饰了 西夷大陆的黄金王 那是超越圣者级数的 踏上风神之路的强者 与王禄是谈笑风生 群仙墓的堪门人 上古建魔 那是为一周修士 打开飞升之路的逆天强者 王禄与其斗智斗勇 再到魔界之行 以一人之力化解黑潮危机 王禄的经历之传奇 已经远远凌驾于九州大陆的 绝大多数的修士之上 但是 或许真是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啊 先贤就曾说过 世界上 总会有一些人 有些事 让你三观崩溃 而网络 现在终于深刻 体会到这个道理了 听着百里之外 那会儿 结伴而行地 修士聊天的内容 他忽然感到 自己的想象力 似乎有点不够用了 鲁梨 黄金一带 蛮荒之地 如果只是 其中单独一个词的话 或许还可能是巧合 但是三个词连在一起 无论怎么想 都只有一个结果啊 那是灵剑派的 管理培训生计划 这事情 还要从两百年前 说起 当时的灵剑派 正处于剑派以来 最为黑暗低落的时期 期间甚至屡次 被万先盟的成员 提议下调品级 开除五绝之列 而几次集会表决 也是靠着灵剑派 两千年前 在第二次 先魔大战时期 建立的惊人的功力 才得以侥幸过关的 但是距离提案通过的票数 也是越来越近了 但是长言道 物极必反 自那以后 灵剑派仿佛被上天眷顾 奇遇连连 先是几大长老 各自突破修为境界 成为修仙界 举足轻重的巨头 万先盟五绝之势 彻底稳固下来 同时 年轻已被人才济济 其中精彩绝艳者 甚至得到天剑堂长老们的 资质矿骨绝后的称语 他们被成为灵剑派的 黄金一带 被门派寄予了厚望 灵剑派能否从一个人丁凋零 势力微弱的五绝之末 奋起直追 关键就在于黄金一带的发展 毕竟 长老辈的潜力 也就到此为止 而且各自受缘无多 灵剑派能否更进一步 还是要看年轻人的表现 为了让黄金一带进展才华 灵剑派的长老们 可谓是苦心孤意啊 他们将全部的心血 都倾注在这一批修士身上 不惜一切 要他们尽快成长 毕竟在此之前 灵剑派已经压抑了 太长时间了 但这份急切的心情 终于走到了极端 产生了反效果 一百五十年前 当时门派的首席弟子 金丹大成 几名师弟师妹们 也各自修制须丹境界 距离金丹仅是一步之遥 而且真实实力 也是远胜于寻常金丹的 直此时 门派长老非常激进地 提出了一个管理培训生计划 希望能够刺激这些弟子 进一步地成长 所谓管理培训生计划 就是将黄金一带 下放至蛮荒之地 在那片文明未及之地 开疆拓土 建立灵剑派的势力 其中每一位弟子呢 都将在这个过程中 独挡一面 成为掌控一地的统治者 而这也是当时 灵剑长老们野心勃勃的 大战略的第一环 当时灵剑派人丁凋零 资源贫乏 门派财富积累 势力范围甚至不如一些 中品门派 而这个问题 单靠几名天才弟子 在修行路上突飞猛进 可是解决不了 毕竟个人修为再高 那也是个人的事 汇集不到门派 所以当时的灵剑长老 就制定了百年战略 其中的第一环 就是管培生计划 长老们计划用二十年时间 让黄金一带 成为独党一面的统治者 然后将他们中 大部分从蛮荒之地调回 转头向九州大陆发展 而后 灵剑派被靠开拓好的 蛮荒之地 可以尽情汲取 其中的丰富资源 前方则是一众精英弟子 在长老们的指导下 被门派开疆拓土 百年之后 灵剑派将彻底掌握 沧溪州 并且在九大州 都拥有自己的势力 届时若是一切顺利 就算是圣经先门 也可以分庭抗礼 就算是不顺利 也至少能够摆脱 眼下的窘境 百年战略 倾入灵剑长老们的 全部心血 寄托了他们多年以来 见证灵剑衰弱的 内心的苦闷 与对崛起的向往 但是此时看来 却不得不感慨 他们的战略太过激进了 将一个武决门派的希望 全部压在一群 修行最多才不过 五六十年的年轻人身上 简直是亚苗助长啊 就算当时黄金一带 屡屡创造奇迹 不断刷新人们 对他们的预期上限 但是并不意味着 他们就是无所不能的 实际上很大一部分 已经是在透支潜力 人力有时而尽 当门派对弟子 过度透支的时候 虚华的大厦 就会轰然坍塌 具体的过程 网路至今都不曾了解 但他至少知道 零件派的黄金一带 在管理培训生计划中 接近全军覆没 上百名天才弟子陨落 同代修士 只剩下如今的 天剑堂长老十人 其中还有一人 永久隐居 至今都不曾露面 更惨烈的是 虽然师父们 从来都不曾提起 但是有个明显的现象 其他门派 上到圣经先门 下到一些下品门派 内部都有太上长老坐镇 唯独灵剑派没有 修行在两百多年的 封银真人 就是门派中 辈分最高之人 换言之 黄金一带的陨落 还有当时的 灵剑长老团 为其陪葬 一百多年前 灵剑派在 蛮荒之地的拓荒行动中 究竟遭遇了 何等惨烈的灾难 迄今都是一个谜 网路这些年 无论是在门派内部 还是借助万先盟的 外部力量去打探 都是一无所获 到后来 他也就失去了 继续探索的兴趣了 毕竟是师门长老们 不愿意提及的惨事 他又何苦要去 接那层窗疤呢 想不到 如今自己已经 放弃了的探索秘密 反而自己呈现在了眼前 那会儿百里之外 结伴而行的年轻修士 听起来 正是灵剑派的 黄金一带 换句话说 灵剑天赋的一次转移失败 居然将自己送到了一百多年前 完成了时空的穿越 不 姿势体大 非要认真确认过才行 毕竟 越是荒谬的猜测 就越需要谨慎对待 于是 网路屏息宁神 然后运吉尔利 认真地听起了 实力之外的对话 总之 陆离啊 既然来了蛮荒之地 就务必要锐意进取 不可荒废了自己的天赋啊 大师兄啊 你天才横溢无所不能 我可只是凡人啊 陆离师弟啊 你又调皮了 同为本代弟子中的第一梯队成员 你我之间资质悟性 并没有质的差距 何来天才与凡人之说啊 你所欠缺的呢 无非是两点 第一是专注 你分心杂物太多 俯禄你要学 阵法你要学 炼气你也要学 门派长老能教的东西 你都要学 就算你悟性再怎么惊人 分心之下 修行速度自然赶不上我 二来呢 你信心不足 因为你分心太多 修行速度啊 比起其他的实地师妹们 有所欠缺 你就自残行贿 甚至放弃治疗 开始更加醉心于杂物的修行 并且以此找回平衡 但是越是如此 你在正道上的修行就越慢 直至今日 我靠 大师兄啊 你饶命好不好 我就是跟你客气一下 你居然还滔滔不绝了 而且还接我的疮痛 有你这么做师兄的吗 你很介意啊 应该还好吧 你暗恋的墓影师妹 在另一个队 听不到这些啊 我靠陆离 你居然暗恋墓影 大新闻呢 大师兄 这个暗恋的事情也不能说 可是那天我看你和一云喝醉了以后 放声高歌 什么话都说了 我以为你已经不在乎了 陆离 你居然和一云师姐喝酒唱歌 大师兄 好吧 我什么都不说了 别生气嘛 我只是想鼓励你一下 那就难得分到一个组 未来至少十年都要朝夕相处的 一起在这蛮黄之地里披荆斩棘 务必要鼓起干劲来 大师兄 你放心吧 我现在干劲十足 恨不得立刻就能成就原鹰 你这徐丹根基都不稳啊 虽然有心气也是好事 不过你为什么这么着急成就原鹰啊 因为成就了原鹰 他能揍死你这个金男贱人 师弟啊 你又调皮了 以你分心之多 涉猎之广 就算成就了原鹰 其实也是打不过我的 我现在就砍了你 没错了 这应该就是零剑派的人 听到这些话 实力之外 王鹿清静点头 确认了自己的猜想 虽然这一行八人 除了鹿里以外的七人 他都不认得 但这个对话风格 除了灵剑派之外 应该是别无分号 而且网络所熟悉的鹿里长老 那可是原鹰巅峰的高手啊 而这个时候的鹿里长老 却只是虚单静静 如果不是他老人家 尽气纵于过度 导致修为暴跌的话 就只能归芥于 时空穿越 回到了过去 哼 结果果然是穿越了 而且一次就是一百多年 不过穿越了 却没有得到穿越的 附赠品外挂 真是可惜啊 王鹿叹了口气 然后准备起身离场 鹿里师叔等人 行进的速度很快 而且目标正是 自己所占的这个方向 而王鹿还不打算 这么早就跟他们见面 这次时空穿越来得太离奇了 原理完全无法解析 王鹿可不打算 因为时空错乱而搞出什么岔子 他所知的时空穿越故事当中 不乏那些穿越者和前人一接触 前人就刷拉一下消失不见的 于是历史被极大更改 红色的恶魔肆虐天下的例子 如果因为这种原因 导致鹿里长老消失 那自己可就醉莫大烟了 然而 王鹿刚刚站起身来 却忽然听到耳边 响起好奇的声音 请问 你刚才说的穿越是指什么呀 转过头来 一位俊朗的年轻修士 身着与自己款式有七八分相似的 红色长袍 一脸好奇地站在那儿 王鹿心中一惊啊 因为这个声音他刚刚才听过 正是本该在十里之外的 灵剑派本代首席 这遭遇来的确实有些快啊 突如其来的遭遇 让王鹿很是吃了一惊 上一刻对方还在十里之外 下一刻就近在眼前了 而且神不知鬼不觉的 这等手段着实是有几分厉害啊 王鹿虽然从不已 感知敏锐著称 此时又刚刚经历了一次时空错乱 意识有些模糊 但他作为灵剑派的首席弟子 哪怕是修行中的最短板 也在平均水平之上 而对方竟然能够完全 瞒过他的感知接近过来 这位黄金一代大师兄的实力 令王鹿不由得暗暗吃惊啊 从对方隐隐散发的法力波动来看 其修为境界与自己相仿 同为金丹下品 法力雄浑之极 比起寻常金丹要胜出十倍来 同样是和自己相差仿佛 而他所修的功法 一时间却看不出来 但料来不会是反品 同时 他气质锐利如剑 却不显得锐意逼人 显示出其在剑道上的造诣 以致从心所欲的境界 剑道中的封锐之意 可以收发自如 而这是许多元英级剑修 都不曾掌握的境界 果然不愧为灵剑派 黄金一代的大师兄啊 至少绝不在 圣经穷华先子之下 而在网路细细打量对方的手 对方也在观察他 只是看了几眼 便满心的惊讶 阁下究竟是何人啊 这衣着打扮看起来 与我灵剑派颇有渊源 所修功法虽然奇特 却隐隐带有我灵剑派的特征 分明应该是灵剑弟子啊 可是我在山中修行几十年 也从未见过你啊 一番话说完 王璐也是惊讶 自己衣着打扮 与其相似倒也罢了 灵剑派这一百多年来 没有在门派服装上 下过太多功夫 真传弟子的制服 基本上框架就没变过 而自己和面前之人的服饰 差异就只是一些细微之处 关键在 他是怎么看出 自己所修的功法 与灵剑派大有渊源的 虽然自己的确是在灵剑山中 修行几十年 所学的大部分都是 灵剑长老们所授的 但是如今组成功法系统主体的 一个是混沌破天剑气 这是继承自上古建模的 与灵剑派毫无关联的 而另一项无相功 虽然也是地道的灵剑功法 却是师父王武独创的 同样和灵剑派的门派 传承关联不大 至于其余杂学 如阵法服禄之道 自己涉猎上浅 并不会影响功法主体的 但以法力波动来看 自己和灵剑派 几乎没有任何关联 而他又是怎么断定 自己是灵剑弟子的 而就在网络惊讶差一间 那位大师兄则继续 我行我素地推断道 理论上你是灵剑弟子 但所修功法的主体 却并非灵剑所穿 你这年纪应该比我还小几岁的 法力竞俱却不在我之下 这等精彩绝艳不应是默默无闻之辈 而且这等资质也不该不学 门派至高的星辰见点 可是如今看来 我说 莫非你是掌门的私生子 网路无语 大师兄狐疑的目光在网路身上 看了看 扮上后突然拍了拍脑袋 抱歉啊 我又自说自话了 这老毛病 别介意啊 之前忘了自我介绍 我是灵剑派首席弟子 欧阳商 不知阁下尊姓大名啊 姓王 明露 是那个 说气出身 王露顿时便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王露话还没说完呢 欧阳商便哈哈笑着拍起了他的肩膀 哈哈哈哈 没关系 没关系 你身份特别敏感 不方便说也无妨 大家心中默契就好 啊 哈哈哈哈 想不到 掌门那个老家伙 平日里一本正经 其实也挺懂生活的啊 王露无语啊 他想了想 觉得以眼下的情况来看 以掌门私生子的身份行动 似乎也不错 虽然这里面肯定有着 许多解释不通的地方 根本就经不起推敲 但是以这位灵剑大师兄的脾性 接下来的发展应该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我们灵剑派掌门的私生子 王露师弟 此番前来呢 与我们一道参加管理培训生计划 他的身份特别敏感 希望大家接下来呢 能够多多关照他 不该打听的事情 千万不要乱打听啊 同为灵剑一脉 大家要和谐共处 一道在这荒蛮之地 建功立业 啊 然后 其他人只能憋着一肚子好奇 强忍着和自己和谐相处 一起建功立业了 如此一来 虽然会多出不少的尴尬 却会减少不少的麻烦 比如 为什么灵剑派管理培训生计划 会突然多出一个人呢 被当时的灵剑派当作后花园的荒蛮之地中 为何会有陌生的金丹真人出现呢 用掌门撕生子这个理由 就可以得到解释了 虽然不知道 这位欧阳商大师兄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想出这个解释的 但是既然好用 那就用下去吧 片刻之后 另外七个人遇见感知 队伍当中 青年时代的陆黎就在其中 与后来虚发黑白分明的六长老不同 此时的陆黎呢 还显得极其青涩 那一身杂血也被豁然贯通 但从衣桌上看就可见一斑了 在黑白长袍上 各类挂饰是层出不穷啊 腰间除了三只戒子的耳以外 还有一只看上去脏兮兮的蒜盘 两个干瘪的橘子 以及由羽毛和动物骨骼组成的小图腾 可见此时的陆黎所学之脖子 令人忍俊不禁啊 而队伍为首的 则是一名红白长裙的少女 容貌艳丽 气质大方 人还在半空当中呢 便皱着眉大声抱怨 大师兄 你不要这么神出鬼没的好不好啊 找门师伯传你缩地数 不是让你玩人间蒸发吓唬人的 啊 这是谁啊 怎么看起来和你这么像呢 少女身后几个人 也各自露出困惑的表情来 而大师兄欧阳商 则朗声笑道 哈哈哈哈 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们灵剑掌门的 私生子王陆师弟 此番前来与我们一道参加 管理培训生计划 他的身份啊 特别敏感 希望大家接下来 能够多多关照他 不该打听的事情啊 千万不要乱打听 啊 同为灵剑一脉 大家要和谐共处 一道在这荒蛮之地 建功立业 然后就见七位师弟妹 纷纷露出便秘一般的扭曲表情 那位名艳的少女 怎么也忍不住 上前半步就开口问道 大师兄 这人分明来路 话没说完 少女头上就多出了一只手来 用力揉动着她 略显蓬松的卷发 欧阳商一脸宽厚长者的姿态 哎呀 荣誉出品 第596集 这俩人的感情发展速度 有点快啊 名为彩霞的少女 脸腾一下就红了 其中有几分羞涩 也有几分气脑 她被大师兄 欧阳商摸着头 心中有再多的气 也无法发泄了 最终只是气脑的跺了跺脚 便转身回去了 而欧阳商的笑容 也略微有点扭曲 方才彩霞跺脚 跺的其实是她的脚啊 这个修行李火箭的师妹 性情一直是直爽火爆 而且攻击力也是真是惊人啊 自己那只脚 多半要调养一番 总之啊 我们现在多了一位强员 王禄师弟虽然年纪轻轻 但是实力超群啊 已经成就金丹了 有如此强员 相信接下来 我们的开荒行动 也会更加顺利的 所以我决定 对计划进行少许的修改 不再西山玉林扎寨了 我们改去扶全 结果 师弟师妹们来不及 好奇这个名为王禄的年轻人 居然已是金丹真人 就被欧阳商的后面的话 给惊呆了 一名身材高壮的男修 瞪大了眼睛问道 诶 等等 不是玉林扎寨啊 改去扶全了 大师兄 你靠谱点行不行啊 这玉林扎寨本来就冒险 去扶全 那是送死啊 那边据说是千年龙骄的聚集地啊 欧阳商笑了 千年龙骄而已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靠 你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那你去单挑一个给我们看看呢 刚刚成就金丹就这么自我膨胀 那等你玉林有成 肯定就直接去挑战天杰 谋求飞升啊 彩霞师妹 你不要这么暴躁嘛 我知道 千年龙骄的实力堪比玉林老怪 单凭我们这一堆人呢 最多只是勉力相抗 考虑到龙骄麾 还有虾兵卸将 我们是必败无疑啊 但是呢 那几时考虑我们八个人的情况下 现在多了王露师弟 我们的胜算就有七成了 考虑到我们都是门派精锐 在战斗当中呢 可能会有人临阵突破 算上这部分 那胜算将有九成以上了 九成胜算还不敢赌 我们就没有必要来荒蛮之地开荒了 直接在门派里面 必死关就行了 喂 哪有你这么一厢情愿呢 才多一个人就从必败无疑 变成九成胜算 你当王露师弟是灵间长老呢 彩霞师妹啊 你要相信学术的力量 我的结论是经过 严密而精确地计算的 如果你认为不妥的话 欢迎你来验算 说着 欧阳山伸手 找出一百多张算符来 然后送到彩霞面前 少女看了眼就觉得 头昏眼花 赶紧摆手 哎 算了算了算了 你是大师兄 你说什么都对 行了吧啊 而就在欧阳山跟彩霞争吵的时候 王露则陷入了深思 这时光穿越 留下了太多的谜团 比如现在王露就很好奇一件事 如果说在遇到自己之前 欧阳山等人打算是在某个名为玉林的地方扎寨 那么现在看来改道扶权 你是确凿无疑了 那么历史很有可能就已经改变了 如果历史可以改变的话 那么零剑派黄金一带的惨剧 是否也可以避免呢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那一步 那还会有身为零剑首席的自己吗 关于时空的种种猜想 在九州大陆并不稀奇 上到修为接近飞升境界的真君修士 吓到凡间那些热爱想象的茶馆 说书人都对时空有着自己的猜想 当然也仅仅是猜想 因为哪怕是最高明的修士 也无法大范围的操纵时光 一盏神仙茶 那便是修士们的传奇神话 真正意义上的穿梭时空 还从未有过实力 而根据网络的了解 目前有几种猜想是比较流行的 其中一种是历史无法被改变 就算真的有人通过什么手段回到过去 也会发现 它无法改变任何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因为它的穿越本身就已经是历史注定的 还有一种则是平行时空论 人回到过去的的确能够改变历史 但是从它回到过去那一刻 历史就已经产生分支了 它改变的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支罢了 相对而言 王露更喜欢第二种假说 因为至少第二种假说 使人们具有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可能 比如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王露的努力 能够改变灵剑派的悲惨经历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至于说 那些其他没有被改变的支线 反正也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也就无需在意了 而且 如果自己穿越已经是历史注定的话 那么没理由自己在灵剑山上修行了二十年 却从来没有一位长老 对自己提过此事 更何况 他还清楚地记得生仙大会时 自己可是差一点就因为 掌门那个老杂毛一时眼花就无缘入山了 他们如果真的是记得自己的话 怎么会出现这种乌龙呢 所以从现在开始 就要摆正心态 在荒丸之地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在扭转历史 如果自己做得足够好 灵剑派的黄金一代 或许就不会死 对于黄金一代 王露其实并没有什么感情 毕竟 教授他一身记忆的长老们 当年在黄金一代中 大多也是默默无闻之辈 换个比较残酷的说法 如果当年的黄金一代不死 之后的灵剑派的主事人 还会是封银吗 天剑堂长老之辈 还轮到方赫刘贤等人吗 尤其是王武 还会是今天的王武吗 但是王露并不打算 因为这些事 就对过去发生的一切 无动于衷 在灵剑山上 和长老们几十年相处下来 王露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当年的惨痛 对他们来说 是毕生也无法忘怀的阴影 如果能够改变过去的话 他们一定会选择改变的 哪怕是牺牲现在的一切 王露在灵剑山上 受长老们恩惠甚多 此时就算是回报他们好了 半日后 一行九人越过一座穷域森林 沿着陡峭的山路 一路向前 直至一潭清泉 遥遥再望 终于看到福泉了 不过咱们这一路啊 行来消耗甚大 就在此地扎营吧 明日再去福泉开荒吧 为首的灵剑派大师兄 欧阳商 私存了片刻 做出了决定 然后 队伍后面就传来一阵欢呼声 几个年轻的修士 直接躺在地上 半步也不想动 欧阳商微微耸肩摇了摇头 显然对师弟师妹们的怠惰略有不满 然后转过头来 对身旁那位同样身着红白长袍 形貌与自己都有几分相似的年轻人 轻声说 让你见笑了 几位师弟师妹还着实不成气候 是你要求太高了 网路淡淡地予以回应 这一路行来并非一帆风顺的 此时的西山荒蛮之地 并没有后来网路所见的黑潮 但是荒蛮之地的土著生物 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威胁 在穷玉森林中 一行人遭遇了精怪的突袭 一群修出内丹的山精树怪 不下百树 将它们团团包围 攻势如潮 那为首的更是凶猛赫赫的人面销兽 实力堪比一般意义上的金丹巅峰 灵剑派中虽有两位金丹真人 但是一路敖战下来 众人的消耗也非同小可 反过在网路看来 这一行人能够顺利突破 没有丝毫伤亡 已经是不可思议之事 欧阳商带领的这支队伍 甚至并非黄金一代中的最强精锐 八名弟子实力参差不齐 是从一百多名弟子中 均匀挑选出来的一组 与其他队伍的综合实力相差仿佛 并没有逆天的强度 而在穷玉森林当中 人面销兽 和他的爪牙却拥有恐怖的实力加成 但在欧阳商的带领下 一行人却是有惊无险 其间 网路虽多有贡献 但是也并没有拿出十分的本事来 突围成功主要是靠着一对修士的自身实力 而这份实力 着实可观 虽然不至于到逆天的境界 但是这一对修士放到任何一个门派 都是最顶尖的精锐 而这样的队伍 在当时的零剑派当中 竟然有十支以上 但是欧阳商却仍不满意 与同位修士相比 我们这批修士的确很强 但是还远不够弥补灵剑派过去几千年来的衰落 和其他的几个五绝门派相比 灵剑派的基础太差了 在任何一方面都处于绝对的劣势 而留给我们追赶的时间并不多 啊 不多啊 需要这么急迫吗 没办法不急的 灵剑派和其他门派的差距是几千年间 由数十代修士一点点拉开的 而灵剑派能够用来追赶的时间 无非就是我们这黄金一代 灵剑派不知行了多大的运气 才能在这一代人当中 聚集如此众多天才横溢 又对门派忠心耿耿的弟子 等我们这一代逝去了 恐怕再不可能有同样的运气了 而要在这一代人之间 追上过去数千年的差距 谈何容易啊 王禄好笑 有必要对追赶差距这么执着吗 能稳住五绝的位置也算不错啊 去其上者得其中 去其中者得其下 灵剑派之所以从鼎盛时期 一路衰落至此 不思进取是最大的原因 欧阳商摇了摇头 如今万仙盟中 圣经仙门一家独大 对其他门派 有绝对且不可动摇的领先优势 可是无论君皇山还是万法仙门 都从来不曾放弃过 对圣经仙门的感超 而圣经仙门 也从来没有丢下过危机意识 而他们尚且如此 我们灵剑派本已落后 难道反而可以放任自留吗 是有加倍的努力 去承担比其他任何门派 更沉重的负担 才有可能一步步的追赶上来 古人说 天生我才必有用 灵剑派能够突然诞生出黄金一代 想来一定有我们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吧 一番话说完 欧阳商笑了笑 抱歉啊 我又开始自说自话 哎呀 从小就这个毛病啊 只要一开口就绝停不下来 有时候呢 还会不小心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但请你务必相信 我带人已成 绝不会有意与人为难的 哎呀 这世上理解我之人太少了 别说在外面了 就算在山里的时候 我也经常被师父师伯们责怪 最可恨的是 还有几个不成气候的师弟师妹们 建议给我带上饺子 简直不像话 嗨 曲曲饺子 怎么挡得住您这张嘴啊 欧阳商无语啊 哎呀 荣誉出品 第597集 得知真相的我下巴掉下来 欧阳商愣了一下 随即点头说 倒也有理啊 改变自身的问题 又如何能够依靠外力呢 这一点上我确实没想过 哎呀 网路师弟不愧是年纪轻轻 就能够成就金丹的天才修士 身上颇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哎 听到这里 网路彻底意识到 这家伙的嘴是没救了 所以他懒得再说话 直接屏蔽了厅力 不再理会滔滔不绝的欧阳商 虽然这对于弹性正浓的欧阳商有些残忍 但是网路也实在没心思跟他搭讪 同时 网路心中也不乏感慨 这位欧阳大师兄虽然嘴巴碎了一点 脑子脱陷了一点 但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其实非常的清醒理智 他的思维其实一点都没错 你灵剑派如今的处境 若想真正稳住武爵的格局 甚至在修仙界更进一步 就只有付出比其他门派更多的努力 黄金一带是天赐良机 也是唯一的机会 换了谁都不会放过的 而且这一路行来 网路看得出他并非是有勇无谋的 虽然对于变强有着近乎病态的执着 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 欧阳商其实一直将风险控制在一个谨慎的区间内 例如此番临时改道服权 就是充分考虑到王禄的加入 对团队实力的提升才会做出的决定 而穷欲森林的恶战 也完全证明了他算计的准确 一行人恰好将战斗的风险压低到了无惊无险的范畴之内 这样的人的确无愧于门派大师兄之名 某种意义上讲 他甚至比自己更为称职 比起欧阳商来 王禄的个人风格太明显了 太不够平易近人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既然欧阳商没有问题 最终导致黄金一带覆灭的惨剧 又是怎么回事的 正想着 忽然听欧阳商话锋一转 不再议论灵剑山公共食堂建设的落后 对于门派弟子修为的影响 而是提议 房禄师弟啊 我看这天色还不算太晚 不如咱们去钓鱼吧 你是指造谣门派某长老 收受君黄山2.5亿金零石 援助来推翻掌门人的统治 然后看哪位师弟师妹 要上当受骗啊 谁上当谁就是蠢鱼嘛 房禄师弟啊 这么变态的游戏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这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就咱们两个 走 钓鱼去 说着 欧阳商伸手指向远方 在远处 夕阳下的浮泉 正闪烁着万点金林 欧阳商竟然是想跟王禄组队 提前前往浮泉 唉 我算是明白 黄金一袋是怎么死的 对于欧阳商前往浮泉钓鱼的提议 王禄没有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一来 王禄很想知道欧阳商的真实目的 他找自己组队提前去浮泉 总不会真是去钓鱼的吧 二来 区区浮泉 也没有太放在王禄眼里 虽然傅权对眼前这支零件黄金一袋的队伍来说 仍是一片充满荆棘的险地 但是 对这么一个出道二十多年来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的人来说 傅权栖息的千年龙骄 其实还不够看 王禄就算是打不赢 也有足够的余力 安全撤退 而欧阳商同样是个爽快人 待王禄答应下来 他便和彩虾交代了一番 我们有事先出去了 你们好好待在这里 不要乱跑 遇到事情 记得及时通知我 然后就拉上盲路 走得是无影无踪 只留下目瞪口呆的彩霞 站在原地 甚至来不及采欧阳商的脚 两人是结伴而行 自高山峭壁上 一路飞至浮泉之派 路途虽然不远 但是一路行来 两个人却都能察觉到 附近潜藏着不少的风险点 真不愧是荒蛮之地 时时刻刻都给人一刺激 对人精神振奋 刚才在挥剑驱走了一头 好奇心过分浓重的怪鸟之后 欧阳商已经将脚踩在了 扶拳边上的鹅卵石上 而王禄就跟在身后 落地以后便开门见山 有什么话 现在可以说了吧 真的可以啊 欧阳商露出惊喜的表情来 显然在他几十年的人生中 还很少见到有人跟他说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么慷慨的话 哎 紧线于有用的部分 嘿 那就够了 欧阳商兴致不见 显然对于他来说 有用的概念太过宽泛 或许讨论今晚的伙食是 咸豆腐脑还是甜豆腐脑 都足以成为重要的议题 行不行吧 我说的再明确一点 仅限于我们此次钓鱼行动 相关性排名第二的具体事宜 每件事不得超过一千个字 欧阳商简直震惊了 那一刻 他看向忙碌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仿佛在看自己的天敌一样 这家伙居然一句话 就封死了自己畅所欲言的乐趣 掌门血脉真是名不虚传 不过既然如此 那就公事公办吧 这次前来的确是为了钓鱼 这福泉中有千年龙骄 它是我们此次布置基地的最大障碍 而我计划 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 集合所有人的力量 将其驱逐或者是降服下来 相信你也算得出来 对于目前的我们来说 这个目标相当的艰难 网络说 按照君黄山流行的攻势来算 我们能够无损达到目标的可能性 不超过百分之一 百分之八十是两败俱伤 我们九个人之中 至少要陨落两三个 哦 你有君黄山内部的战斗推演攻势 若是方便的话 我倒想讨教一番 不过 回归正题吧 难得欧阳商会主动想起回归正题 可见 接下来的话题 他势必要浪费不少字数 目标的艰难 是针对现在而言的 可未来一个月 我会让队伍的实力 上一个大台阶的 令我们能有七成把握 完胜对手 届时我才会真正开启决战 而一个月的时间 想要完成这种进化 就只有一条路可走 实战 实战对象是扶拳中的千年龙骄 以及他的虾兵蟹将 我相信以师弟师妹们的天赋资质 每一次恶战都会有极大收获的 再加上他们在山中几十年前修打架的基础 进步将会非常迅速 但是换个角度看 第一次交战将会非常危险 尤其队伍中几位修为境界最浅的师弟师妹 以及修为比他们高一些的 但是特别喜欢舍己救人的 错误及防之下 很可能伤亡惨重啊 话没说完 王璐打断 孙姨找我来是为了踩点的 至少摸清楚 这龙骄的虚实啊 目前的情报完全建立在 先前偶然来到荒蛮之地 采摘草药的长老 随手留下的笔记基础上 误差可能相当惊人啊 千年龙骄的信息 还是三十年前更新的 这三十年来 发生任何变化都不稀奇啊 哎呀 我可不想明日带着师弟师妹们 前来开荒 却发现局势完全不在掌控之中 险境频发啊 王璐饶有兴致 你是担心师弟师妹们遇险 就不怕自己先行钓鱼 钓出事来啊 当然不怕 我是零剑派的大师兄 岂有倒在这里的道理啊 而且若是连我都怕 师弟师妹们该怎么办呢 零剑派的管理培训生计划 还怎么执行下去啊 所以呢 我是绝对不能怕的 也绝对不会怕 而我的勇气会支撑着我 不断地前进下去的 听到这里 王璐心中不由唏嘘啊 这家伙 当年死得真是太可惜了 如果能够成功活下来的话 如果天剑堂能够再多 这样一位长老的话 可惜 一切都只是如果 因为王璐已经知道 欧阳商的下场 所以 见他此时的意气风发 就更觉得惋惜了 可惜 他始终不清楚 欧阳商到底是为何而死的 更不清楚 那场最终连灵剑长老们 都不能幸免的大灾变 到底是从何而来的 否则 他现在就会前往灵剑山 秉明长老 哪怕戳穿自己是穿越者的身份 也在所不惜 一定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但是现在 就算他跑去灵剑山 也根本无能为力 他根本没办法证明 自己穿越者的身份 灵剑派断代现象太严重 他对前代长老所知甚少 根本没有办法 作为穿越的资本 就算他能证明 自己和灵剑派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要让灵剑派 取消这个管理培训生计划 那也是天方夜谭 毕竟此时的只是一个穿越者 能够影响门派决策的大师兄 首席弟子 是欧阳商 也正因为如此 王露才会紧跟在欧阳商身边 准备随机应变 虽然理论上 他以金丹真人的实力 或许还不足以逆天 但是出道这么多年 他做的不能以理论来计算的事情 已经太多了 好 那就让我好好见识一下 这浮泉龙骄 有什么本事吧 王露说完 一马当先 比欧阳商更快一步的踏入浮泉 而在他双脚落入水面的刹那 泉水深处的生灵 被猛然惊醒了 哎呀 荣誉出品 第598集 哎 我算是把底库都交代了 一声震破水面的怒吼声 带着道道水柱冲天而起 而王露则撑起无相见为 在水柱的冲击下牢牢站稳 将迸发的水势踩在脚下 姿态 说不出的潇洒从容 可水房的欧阳商 却已经赫然变了脸色 王露师弟 小心些 因为那冲天而起的水柱 在飞至最高点后 就化为漫天落雨 雨水稀稀粒粒地击打在岸边植被上 被带起了一股股刺鼻的青烟 被水柱溅落的植物 纷纷枯萎焦黄 而林中走兽更是纷纷倒地 浑身皮毛倒卷 鲜血淋漓 在痛苦中死去 这浮泉之水 竟在轻刻间就化为了剧毒之物 毒性之猛烈远远超出想象 荒蛮之地深入到浮泉附近 在此长期生存的生灵 已经没有简单角色 但是毒水的腐蚀下 竟毫无抗力 水柱落地的余微尚且如此 身处水柱冲击的核心位置 王露所承受的压力也可想而知 但是王露对此根本就毫不在意 以无相剑为撑起防御之后 还有余力向水下刺取一记混沌破天剑气 剑气至阴至柔 悄无声息间就沿着水柱向下侵蚀 一路延伸直至触及了某个不应侵犯的领域 下一刻 巨大的危机感同时在王露跟欧阳商的心头翻涌 走人了 水柱上的王露一边开口警示 一边驾驭昆山剑摇摇向上飞去 不再挑衅扶泉中的龙骄 欧阳商更是警觉根本无需王露开口 便先一步以缩地树顿走 下一刻 浮拳上空阴云密布 只听一声闪电 紧接着就是暴雨旁沱 雨势如木 仿佛天河泄地 这池并不充盈的泉水 开始迅速地上涨水位 大水吞噬岸边的一切 扩展成一片宽阔的湖泊 而在湖泊深处 陡然睁开了无数双阴厉的眼睛 调戏原鹰老怪的感觉 真挺爽啊 此时在十里之外 王露跟欧阳商已经进入了安全地带 王露从天而降 带着满足的笑 欧阳商同样是面上带笑 笑容中却隐含了几分严肃 这浮圈龙骄比预期的更强 三十年前门派长老经过时 他还只是能够借助山水之势 如今却能够勾连天威了 而且其中也不是瞎兵蟹将 而都是被他演化成了龙骄的子孙后代 数量少了 但是综合实力却强太多了 欧阳商眼力非常毒辣 在扶拳上涨的时候 他只看了一眼 就基本洞悉了这龙骄的实力轮廓 看清以后反而更加心惊了 看来选址扶拳的计划 需要调整一下了 欧阳商点点头 而后忽然转了话题 说来王鹿师弟啊 有件事情其实我一直没有问 但是现在却非说不可了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欧阳商望着王鹿 目光灼灼却并不锐利逼人 而是满怀的诚意 仿佛少女怀春一般 你不是说了吗 我是掌门的私生子啊 那不可能 欧阳商斩钉截铁 去去掌门的私生子 不可能轻而易举 便挡下龙骄浮泉的毒水大阵 那水中蕴含了千年龙骄 本体的精元 腐蚀性之强 就算是我抵挡起来 也有些吃力 而你非但抵挡了 看起来还游人有余啊 王鹿耸耸肩 这个嘛 虽然我也不太好意思说 但是呢 但是你的实力 看来的确在我之上 但也正因为如此 我反而确定 你并非是掌门的私生子 啊 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 欧阳商说道 有关系啊 因为我就是掌门的私生子 我擦 王鹿发现 自从零剑天赋转移失败 将他卷入这场穿越巨之后 他的三观就屡屡遭受打击 能让身为三观毁灭者的王鹿 本人感到三观动摇 可见这幕大戏的剧本 是有何等的惊悚啊 而身为主演之一的欧阳商 却显得非常淡定 我是掌门的私生子 所以我很清楚 作为一名私生子 能够得到门派投入的多少资源 取得多少效果 更清楚地知道 这具血脉蕴含的潜力极限在哪里 不客气地说 我的实力基本意味着一个极限 而你却超越了这个极限 虽然幅度并不算太大 但是确实是确凿无疑的超越 当然了 世间之事也并非绝对的 或者你在修行路上有什么奇遇 但既然你的天赋和实力在我之上 那么掌门他没有理由 不选择你作为门派大师兄啊 也就是未来的门派领袖啊 货宇他只是不喜欢我呢 如果你熟悉他就应该知道 他从来不是个注重个人感情的人 他早就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门派了 就连昔日的爱人也能够弃之如碧律 他选择我并不是因为我是他的儿子 而是因为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优秀 网路心中苦笑 他的确是不怎么熟悉这一代掌门啊 因为他所熟悉的掌门名叫封吟 而现在这个时代应该还只是一个虚单修为的年轻人 总之呢 我起初真以为你是掌门私生子呢 因为只有那个解释看起来最合理 但是现在看起来我好像错了 所以我就想问明白啊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网路想了想 觉得以欧阳商的性情最合适的回答应该是 如果我说我是穿越者 你有什么想法啊 欧阳商文言一愣 想了想 然后展言笑 那欢迎你来到九州大陆 然后他笑容收敛 请问你来此有何贵干 反应不错 不愧是灵剑本带大师兄 这神经的粗犷程度俨然达标了 我是来救你的 网路也坦率直言 或者说呢 是来救你们所有人的 欧阳商瞪大了眼睛 你是来救我们所有人的 这普渡众生似的说辞 倒是让我想起了某些穷乡僻壤间流行的邪教教义啊 那你眼光不错 我穿越之前啊 的确捡了一份邪教教主的职务 哼 欧阳商的能言善变 此时也有些接不上话 还好 网路没有用他接 话虽如此呢 但是我这次来救人 可不是开玩笑的 网路想 既然自己穿越者的身份都揭出来了 其余的事情就更没有隐瞒的必要 所以便简明恶药的总结说 我来自一百五十年之后 是当时的灵剑首席弟子 按照我所知的历史 你们这一批人 在荒丸之地 几乎全军覆没了 是吗 欧阳商语气比较平淡 既没有直斥其非 也没有因此而陷入恐惧 全军覆没啊 那么你此番穿越前来 就是希望救下我们吧 虽然因果有些颠倒 但是目前看也差不多吧 哦 那这样的话 那我先带实力师妹们感谢你了 欧阳商点点头 不过接下来的话 你就不用说了 网路愣了一下 我本来是想客气一下的 既然你说不用说了 那我就单刀直入了 其实我早就想说了 你们这管理培训生计划 纯粹是作死啊 我看还是尽早撤了好了 欧阳商也愣了一会儿 我说接下来的话 不用说了 就是指的这些 这 欧阳师傅啊 哎 你不必叫我师傅 你穿越来此 我们大可平背论交 嗯 好的 欧阳师兄 据我所知 你们的死因 恰恰是这个管理培训生计划 哦 那具体呢 欧阳商饶有兴趣 我们具体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 网路耸了耸肩 幸存下来的人 也没有对我说奇怪 那你又是如何肯定 罪魁祸首是管理培训生计划的 从蛛丝马迹中推测出来的 多种可能性中 这个最大 网路理直气壮地 将他的推理当成真理了 哦 原来如此啊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就算我能够接受你的解释 灵剑派能吗 应该不能啊 所以我才专程陪你跑了一趟 别人不信无所谓 你信不就行了吗 不愧是灵剑派后世的首席弟子啊 天赋 实力 心境 都有如此程度 灵剑派何仇不能复兴啊 看到你 我倒是觉得 就算我们这批人都死光了 也无所谓了 我觉得还是有点所谓吧 欧阳商笑的声音更大了 我就是意思一下 我在这个时代 犹如天上明星 终有一日会成为灼灼烈阳的 怎么可能就这么简单的死了呢 那将是整个九州大陆的损失啊 哎 你这无耻的嘴脸 倒是跟我有几分神韵的 哎 说起来 虽然我对当年的事情并不了解细节 但是呢 哎 欧阳商摆了摆手 算了吧 我对失败者的经历并没有兴趣 既然你是出生自一个我失败的历史中的 就没有必要告诉我 作为一个失败者的我该是个什么样子了 我听了难受 顿了顿 欧阳商又说 无论如何 既然这次管理培训生计划中 能得到你这样的强缘 我想 就算原先存在致命的危险 届时也可逢凶化吉 至少目前 我们可以向着那个方向 努力的 哎呀 荣誉出品 第599集 霸道首席 爱上我 王禄点点头 嗯 这也是我一路跟随的目的之一啊 毕竟 对于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并不了解全貌 所以王禄没办法断定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倒是林剑山出现如此惨案 而在一切还都未知的情况下 贸然行动很可能起到反效果 例如最坏的情况是 导致黄金一代覆灭的是一个根本无法立敌的对手 当年灵剑派是以壮尸断腕的方式才得以幸存的 如果此时听了王禄的建议 所有人均缩在山门当中闭关前修 结果就连壮尸断腕的机会都没有了 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军覆没 这个猜测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谁敢赌啊 所以比起贸然行动 王禄宁肯稳扎稳打 亲自跟随黄金一代在荒蛮之地开垦 届时无论遭遇任何情况 总还有斡旋的余地 他并不担心自己会陪葬 毕竟黄金一代是有幸存者的 既然封银王武他们能够活下来 自己也当然能了 就让咱们一起 签了一个陪顺生计划推向完成吧 对于王禄而言 比起简单的利用穿越优势救人 如果将当年的管培生计划完成 岂不是更好吗 而有了王禄的承诺 欧阳商显得非常开心 王禄倒是仍然那么淡定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就按照我说的 先调整一下 选址扶权的战略方针吧 龙骄的实力超出预期 所以我们 半日之后 王禄就见识到了 欧阳商的调整结果 这位灵剑大师兄 的确有着擅长 出人意料的特长啊 王禄本以为 见识龙骄的厉害之后 他会选择退回穷玉森林的 但是结果却是 大师兄啊 想不到 咱们才分别三日 就再见面了 莫不是 你遇到什么难题 需要我们这些师弟师妹们 鼎力支援了 半空中 一个爽朗的笑声迎面而来 视野中 一对身穿零件长袍的修士 截对飞来 为首的是一名球染大汉 那个人身强力壮 嗓音红亮 一头乱蓬蓬的短发 一身松散灰扑扑的长袍 两个酒葫芦跨在腰间 放荡不羁的气质 扑面而来 不过 仔细看其五官 却能发现 他其实年纪不大 尤其是灵动的目光 跳脱之余 更显出几分智能 然而 能够成为一对之精锐之手 这位球染大汉 显然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就连欧阳商对其也是另眼相看 杨师弟啊 这次可不是向你求援啊 而是我送你机缘啊 在两个人对话之间 球染大汉杨妃率领的一群人已经在山顶处落了下来 什么机缘 杨妃性子急 落地之后就迫不及待地问 你住到貌美女妖精了吗 有个大家伙 欧阳商伸手指了指扶权的位置 我打算让大伙一起分着吃了 除了你之外 我还叫了周明师弟和韩楚然师弟一起啊 勇合 那可就是四族人了 什么大家伙 这都这么兴师动众的 四族人分散不同地点 光是来回路程 这耽误的时间就不少啊 杨妃的一番话 却显出其粗忠有戏的特质来 欧阳商淡淡一笑 见了就知道了 见师兄有意保密 杨妃也不计较 反正跟大师兄混了这么多年了 他什么时候让人失望过呀 只是接下来 杨妃就不由眉毛一挑 来了新问题 那家伙是谁啊 看起来眼生啊 他伸手指了指王禄 后者正自来熟地和他带来的年轻零件修士们正攀谈着 欧阳商嘴角一翘 掌门那个老东西享受生活的副产品 如何 杨妃有些难以置信啊 但是很快就说服了自己 难怪看起来和你有几分神似 欧阳商无语啊 王禄乃是掌门私生子的谣言 很快就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认可 其中 大师兄欧阳商的有意推动是鞠躬之伟啊 他在门派内部享有极高的威望 大事上可谓是说一不二 二来 私生子这个猜测虽然荒谬 但是仔细想来 却能够完美解释王禄的突然出现 所以很快就深入人心了 至于王禄本人也是乐见其成啊 不然难道还要曝光他这个穿越者的身份 给所有人知道啊 这些人当中 他只信任欧阳商 不过比起私生子的话题 真正值得在意的是欧阳商的大胆激进 为了应付服权的龙骄 他居然直接召集了四队人马 做好了打长期战和团队战的打算 按照他的理论 既然如今的龙骄已经远非 他们一队人能够力敌的 那就再找几队好了 再不够就再找 管理培训生计划上百号人 总能够怼此龙骄吧 总之 撤退啊 放弃之类的字眼 从来就不曾出现过在他的考量之中 对此 王禄倒是不知可否 欧阳商的战略虽然激进 但是比起王禄当年 在西一大陆 以虚单巅峰的实力去挑胜者 也未见得救更危险多少 更何况 多亏的召集了四队人 王禄总算又见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 周明师弟 这次你可是来得最晚啊 该罚酒三杯啊 我看你珍藏多年的仙玉影就不错了 罚你妹啊 让老子大老远从沼泽第一口气跑过来 还妄想贪图我的酒 周明毫不客气地以剑锹 拍掉欧阳商伸向鸡子蛋的手 而王禄见到这位日后灵剑四长老 也不由玩耳 先前在灵剑派打探到消息说 天剑堂十长老 在当年的黄金时代 几乎都是屌丝阶级的 只有寥寥几个人排的上号 那么如今看来 周明师伯算是其中之一了 不过 黄金一代的百来人 如今也见到三分之一了 怎么却只有两张熟悉的面孔 一个陆离 一个周明 其他人 掌门封银在哪呢 尤其是自己最为挂怀那个人 如今仍然没有见到 着实遗憾啊 不过王禄的注意力 很快就转到了其他地方 如今聚在山顶处的四队人当中 男女比例基本均衡 妹子稍多 而近二十名妹子的平均质量 令王禄颇为赞叹啊 想不到零剑派当年也盛产过美女啊 而且美女的质量 比起阴阳宗这种专业机构也不逊色 须知到了修饰阶层 与凡人对美丽的追求 就不是一个境界的了 因为哪怕是助击期 甚至一些练气期的修饰 都能与独到的工法 来改变肉身的形态 届时 漂亮脸蛋 性感的身材 几乎是唾手可得啊 如此大环境下 修饰们自然有了更高的需求 细节 比如皮肤 一句光洁如玉听起来简单 但是 究竟是真的光洁无瑕 还是仅是单纯的体毛相对纤细 而同样是洁净 皮肤的光洁度又有区别 同样细密处的纹理呢 也有很大区别 这些差别 对凡间来说或许只是微不足道 甚至是微不可查 但到了修饰的层面 却越发重要 因为它们对美丽的追求 已经入微了 而入微的要求 对修饰们的美容保养 就提出了挑战了 尤其境界越高的修饰 对细节的要求也就越严苛 越难以满足 例如身材方面 一般来说 若是女子有34丁的罩杯 便足以称得上是傲人了 但是在一些修饰看来 这个数字简直粗糙 无法直视 没有34.1415926的胸尾 也好意思出来见人吧 而想要将胸围维持到如此精准 又长期稳定 一般的修饰是真做不到啊 想要美丽就要努力 这一点 无论对于男女几乎都是通用的 凡间的天生励志 到了入微层次 基本是不够看 必须要注重调节肉身 其中的学问 那是一言难尽的 何况 除了外在的美丽之外 修饰也同样强调气质 气质不佳 就如某人那般 外在再美也是要扣分的 而在网路看来 灵剑派这一代的女弟子 每一个都是堪称 同境界下的极品美人 或许比起小琉璃那种 超极品还有差距 但是已经足以令阴阳中的 几位妹子相行见处了 想到这批妹子 最终会全军覆没 网路就更觉得痛心疾首了 这死的可都是妹子呀 可都是娇俏可人的妹子呀 要是死的是王武 这等没有节操的 该多好啊 这么想着 网路一边尽情和妹子们 谈笑风生 因为大师兄的担保 妹子们对他也没有什么防范心理 很快就打成一片了 一边也注意到 人群当中 有一个身形显得 颇为特立独行 那是一名相貌和气质 都平平无奇的少女 如果以凡间的角度来看 女子堪称漂亮 清秀的小脸 单薄却仍不识曲线的身材 都足以令许多单身 数十年的男士趋之若鹜 但是此时 在那么多灵箭美女的衬托下 这位少女显得是黯淡无光 看得出 她对自己的外在全然不在乎 完全不肯多花一分力气去修饰 因此 许多细节方面都显得粗糙无比 同时气质更是呆板木染 和周围活泼可爱的妹子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且 她的确是和周围格格不入 如今四对修士 在欧阳商的召集下齐聚一地 大家都是有说有笑的 分享几日来的见闻 唯独她截然独立 一个人站在角落中不言不语 因为特立独行 所以引起了忙碌的兴趣 嘿 你好啊 带着一丝温和的笑 网路跑过去和那位平凡的少女 打了一声招呼 但是对方丝毫没有反应 就连半睁的眼睛都没有转动目光 直到 网路又喊了一句 她才猛然惊醒 睁大了眼睛 有何贵干吗 哎呀 荣誉出品 少女的声音显得是中气不足 断断续续的 但是网路却敏锐察觉到 这是因为她将大部分精力都分散到了其他地方 用于对话的精力严重不足 她说一句话的功夫都会走神 而她分身的事情 则是修行 靠近少女时 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天地灵气 在围绕着她做缓慢 却坚定的旋转交换 少女努力以原神构架出一个能量循环来 这是非常正统的一种修行方式 正统到了 在这个天才云集之地 反而显得奇怪的地步 因为太过正统 所以效率并不算高 除非是日积月累 一刻不停 这才能够有所成就 可是 那对修士的毅力和耐力的考验 却太严苛了 一般只有其余的修行路被阻断 迫不得已 要避死关的人才会这么修行的 你这是行为艺术啊 王禄走上前去问道 少女看了她一眼 然后闭上了眼睛 继续专注于构筑自己的能量循环 不再理会这莫名其妙的问题了 王禄笑了笑 也不强去打扰她 而是转过头来 走向欧阳商 哎 那边那个妹怎么回事 欧阳商看了一眼 叹了口气 哦 她呀 一向是门内最努力的人之一啊 可惜天赋所限 始终无法取得足够高的成就啊 啊 天赋这么差 那开除黄金一带好了 何必带她来这冒险啊 天赋差啊 欧阳商又叹了口气 所谓天赋 归结起来 无非是修行进度 处以修行时间吧 而她的结果并不比其他人差啊 修行二十年至虚单境界 放在其他门派 足可以称得上天才了 不是吧 这个嘛 王禄本人当然认可这个理论 以她的见多识广 自然不会如某些人那般狭隘了 只是以灵根资质论英雄 真要是那么算的话 她这空灵根在入门时期 其实是标准的费灵根啊 决定一名修士成就的因素有很多 灵根属性 才华悟性 心智坚毅 运势水平 一个资质鲁顿的修士 若是每次跳崖都能够得到先家传承 十次跳跃之后就飞升仙计啊 你说的是不是天才 所以说呢 计较单因素是没有意义的 最客观的方式 就是如欧阳商所说的 用修行进度 处以修行时间 而那位平凡少女 既然成绩还不错 事实上 我一直很看好的 虽然门派内大部分人 不认同我的观点 但是我一向认为 只要灵根属性在一定基础之上 那么决定修士成就的 往往是性格 而王武的性格呢 无疑是可以成大事的 是啊 啊 等等 你说的叫什么 欧阳商有些诧异王鹿的大惊小怪 叫王武啊 这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吧 还是说他在日后和你的穿越者 有什么关联 你妹的 关联大了好吧 但是王鹿此时已经顾不得跟欧阳商解释什么 得知这位眉清目秀却粗利的少女 便是日后自己的师尊大人 王鹿真心有种三观崩坏的感觉啊 从相貌上看 两者之间的确是颇有相似之处 只是因为气质神态等差异实在是太大 让人根本就想不到一处去 事实上无论怎么看 也难以看得出来 这位淡漠内向的少女 会是后世那个节操尽丧的王武 王鹿愣了一会儿 转念又想 这俗话说得好 人不可貌相 或许此时王武只是用秦鱼修行来掩饰他那放荡不羁的内心吧 嗯 且代我来仔细探查一番 于是他甩开欧阳商再次来到王武面前 日后呢身材高挑 几乎不逊色于他的师父大人 此时还只是一个相貌略带稚气的少女 比王鹿矮了大半个头 当王鹿走进前去 更是整个都被遮蔽在阴影之中 然后王鹿低下头认真地问道 嘿 约吗 或许是王鹿凑得太近 已经干扰到了能量循环了 王武睁开眼睛 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王鹿 于是王鹿重复了一遍 约吗 王鹿微微促起眉了 似乎搞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王鹿心中冷笑 装我让你装 然后简要解释道 约炮吗 约炮 少女抬起头来 目光显得非常茫然 而片刻后 一抹红韵渐渐浮上脸颊 而刚刚抬起的头 也立刻捶了下去 王鹿简直要被这精湛的演技喝彩了 你闷的 想不到你年轻的时候这么能演啊 好一副纯情少女的嘴脸啊 居然还附带了脸红功能 听一句约炮就脸红了 这是你做得出来的事吗 你的本体 是那个为了分财产 不惜把徒弟拖上床的色欲狂魔吗 然而 还不带王鹿开口说话 突然肩上被人一拍 欧阳商站在了王鹿身后 笑意盈盈 不好意思打扰了 那边正好商量要事呢 需要你参与提供意见 王鹿侧头又看了眼王鹿 心到 反正来日方长 咱俩这孽元啊 就算相隔一百五十年 也是理不清楚的 所以也无需争着一时半刻 在无相风上 承蒙你二十多年来的照顾啊 如今我一定会加倍地报答你的 如今欧阳商既然说有钥匙 那就先去处理钥匙好了 所谓的钥匙 依然是扶全龙骄 在四队人马齐聚以后 欧阳商终于开始联合所有人 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而计划的核心 无疑是那拥有原因及实力的千年龙骄 欧阳商初步拟定的计划 可谓是特立独行 在将王鹿拉来探讨的时候 令王鹿也微微吃了一惊 按照一般的策略 集合团队来推这种敌人单体 实力强大的副本是 最好是将队员们分成多个小组 各司其职 例如擅长攻坚克难的 剑是凌力逼人的就作为输出组 擅长顿战的 防守的则作为防御组 还有辅助组 医疗组等等 战斗时顿战组在前 输出组在后 大体是如此 即便是少数战术安排细致的 也无非是多制定了一些跑位策略 更灵活有效的运用空间 这种各司其职的方式 在历史上多次证明了它的价值 有人形容 这是将修士的战斗流水线化 倒也不错 但是欧阳商却完全打破了这一惯例 大胆采用了个体高度独立的策略 他并没有为这四队人马分组编队 而是将四队人整合之后完全打乱 然后为每一个人都布置了独立的战斗任务 四队修士 秀为基本都介乎于筑机巅峰到下品之间 若是和千年龙骄正面抗衡 一个照面都难以撑下去 但是欧阳商也无需他们面对一个 完整的龙骄 他将千年龙骄从实体 虚体等几个角度分成了数百份 然后给了每个人都布置了相应的任务 紧盯其中的几份 十几份 几十份 这种分解法 对于网络这个后世修士来说 是颇为新鲜的 欧阳商的用意很容易理解 充分锻炼师弟师妹们 让他们每个人都能够独当一面 而不是成为一个大团队中的零部件 管理培训生计划 要培养的是上百名能够独当一面的精英 而不是离开团队就无法生存的棋子 但是网络按照欧阳商的计划详细考虑下来 却觉得其中颇有难点 流水现实的作战能够大行其道 自然有其道理 欧阳商的分解法是异想天开 需要面对的问题可是相当之多啊 比如最简单的一个 如果龙胶要集中一点突破该如何是好啊 所以呢 我在对龙胶进行分解的时候 会充分考虑这一点的 你看 如果龙胶是肉身冲击 那么这几个点必先会先行动作 欧阳商说着凭空比划 指尖却留下了细细的光痕 勾勒出一条龙胶的猙獰面容来 并点出身体的几处关节 网路看了眼 嗯 这几个点被你重复分配过 按照你的意图 如果龙胶有所行动 就会有七到八个人 第一时间全力阻挠 令其难以发力啊 同时呢 如果他是采取法术攻击的 那么我也可以如此的变招 欧阳商于是又指出十几个点来 却是虚体 也就是瞄准的并非龙胶的实体 而是天地灵气与法力变换的节点 网路又点点头 只要能够抓准位置 针对性地以法术来反制 同样可以防御下来 欧阳商说 其余的情况呢 包括龙胶召唤他的子孙驻战 我军有应对的计划 就不一一列举了 但是呢 但是整个计划都是纸上谈兵啊 我们并没有亲身接触过龙胶 上一次只是浅尝折尺 根本没逼出对方的底牌 甚至就连龙胶的外形 都是按照三十年前门派先辈笔记所绘的 是一对龙胶的攻击模式的猜想 更是凭空想象 而且就算是凭空想象 你的战术当中 也有许多矛盾之处啊 欧阳商笑 能力有限嘛 这三十多个人 每个人都要分出几十个节点 排列组合之下 计算量简直害人听闻啊 就算是我算学有一定的造诣 也应付不来啊 那是你的算法不对 君黄山针对这种情况 设计了很多优化算法 万法先门啊 也探索过算法问题 都有更优化的解决方案 说着 王露将相关算法都罗列出来 看得欧阳商是如痴如醉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